都變成型了 變成型了 醫院醫生說 不能醫治回來 就這樣了 叫都沒有用 賣錢給我 我這樣做 我不用吃 那有沒有很傷心 我沒有那些東西 肩又肯又肯 我叫蘭姐 我做十方 撿紙皮、化布膠 一小時三十七個半 是香港的最低工資 不過很多工種都不在這個保障裏 十方工作就是其中一種 現在紙皮 撿一天是二十多元 有時二十元 化布膠有時有百多二百元 你昨天收多少點 四點 是 那你今早幾點出來 六點八個小時 那你昨晚不只是睡一個小時 是啊 不過我做紙皮、化布膠 就睡兩個小時了 哈哈 每日做成十幾個小時 收入只是吃到兩頓飯 不過最慘的是 就連找食物都被人偷了 還要不止一次 有次堆滿了紙 我便車去收門 收到一山大環 回去充個量才去買 充個量出來 連車連紙都沒了 被人偷賣去 有一班有心人和專業設計師 就了解到這班老友記 做事的時候很辛苦 所以特地設計了新的手推車 家興就是其中一個 有幾個部份 譬如說殺車方面 我們用一般手推車都是沒有殺制 但他們其實就有什麼需要 因為有時他們的車會停在暗斜上 車會線上流落 所以有個殺制他們會幫到他們 設計團隊 還在車仔加了防盜裝置 好似增車有條遙控車時 一定是車主才可以推到車 這樣這部車就不怕被人偷 有人偷 有人偷 你掃著它開放鬥器 一有人偷就呱呱吵 看蘭姐的樣子就知道他滿意 不過除了個外套 車駕配合招過十個裝置 哪一部分最難做 上駁的位置為何難設計 是因為每個人使用的車 或者他怎樣去發力 怎樣去推 又是有些不同的 譬如我們設計了很多方法 我自己試的時候會覺得很省力 但一去到長者的時候 可能他們的推法和我們的推法又不同 要慢慢調節到他們 都可以很容易去做到這件事 最後他們將後輪移前 印下部車 槓桿原理就會令到車仔容易上駁 加上裝在車底的樓利條 推上去就更加容易 不過手推車 三千元一部 老友記不會買的 因為現在始終是一個圓形的製作 所以成本考慮仍然是高的 但如果你又翻譯一下數量 希望在那邊可以降低的成本 他們亦都找到一些補貼 希望遲些可以免費給老友的用 還希望有興趣的機構可以一起合作 其實他們很重要 你試想想想 如果他們解鞭紙皮 或者法寶膠商 之餘之餘這些東西是沒有人收的 其實對於整個社會是有影響的 其實理解了他們的工作之後 我發覺他們真的長年累月 不斷用這種方法去做 會對他們的身體有影響 譬如有些脊椎 有很多龍船 有很多這些問題 有時你見到 真的覺得 希望新的工具可以幫到他們減輕這些東西 創新可以改善生活 這個亦都是理大賽馬會社創 Soeno的理念 由2018年11月開始 就著手搞手推車project 目的是改善長者工作情況 因為除了難遮 香港還有更簽名年老手方者 我直接想想 可以不可以三人五人想 但是老弟怎樣 老弟也不知道怎樣 我真的想想想 換生活 落科技 安華-K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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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